1945年 為迫使日本儘快投降 美國在8月6號和9號 分別向廣島長崎投下兩顆原子彈 8月15號 日本天皇御人發表終戰詔書 宣佈無條件投降 聽到了勝利以後 大家高興極了 我媽媽都哭了 作為戰勝國 同盟國獲得對日軍事佔領權 國民政府著手籌備佔領軍 開赴日本 因為我們是勝利主 所以我們每天都把中國的國旗 在日本的東京上高高地升起 然而 戰後局勢變化多端 同盟國佔領日本的計劃 難以擺脫各方勢力作用 在日本分割占領案文部的大約300ページ 大約一般的圖案 大約2日に被決 日本戰後的命運 最終掌握在了一個人的手中 所以我們要用來打死 最適切的說話 就是青島太君 一種徹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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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 最後 亞洲格局如何醒來 中國駐日佔領軍的最終歸宿 又在何處 1945年8月15號 日本宣布接受波斯坦公告 無條件投降 按照波斯坦公告 日本在戰後要受到盟軍的軍事占領 直至成立和平負責的政府為止 而所有參與對日作戰的同盟國 都具備占領日本的同等權力 這當然也包括對日戰爭中 堅持最久 犧牲最大的中國 不過 二次大戰眾所周知的結局卻是 法西斯德國在戰後 被英蘇美法四國分區佔領 首都柏林也被大卸四塊 但是德國的同夥日本 戰後卻被美國一家掌控 從頭到腳地保存了下來 事實上 在同盟國對陣軸心國的關鍵時刻 也曾經制定出一份戰後計劃 要將日本分割成四塊 由美蘇中英分區佔領 而中國作為戰勝國 也準備派出軍隊佔領日本 在中日歷史多次的戰爭中 這是唯一一次中國的軍隊 可以大跨步地踏上東營的土地 然而 就在大軍東陸之前卻止步了 這期間到底發生了什麼 1946年4月19號 國民革命軍第53軍榮譽第二師 在越南北部的駐地 突然接到來自國民政府軍令部的一道指令 榮譽二師前往越南海防集中待命 進行人員挑選 準備執行駐日戰旅計劃 榮譽二師向來被視為蔣介石的嫡系部隊 是1943年春為配合盟軍顛免作戰 由第五集團軍總司令杜玉明 向蔣介石建議成立的 該師成員大多為抗戰期間 受過傷的榮譽軍人 作戰經驗豐富 堪稱第五集團軍的精華 榮譽二師所屬的第五集團軍 是國軍抗戰初期 唯一的機械化部隊 中國遠征軍的主力之一 1944年5月 遠征軍從滇西訪攻日軍 第五集團軍先後佔領雙坡 魚龍 邦達 貢徹 河邊寨等日軍據點 全監日軍第五十六師團主力 打開了通往往丁的大門 後來又配合盟軍攻克萬丁 打通了中國與外部世界聯繫的唯一運輸通道 顛免公路 時間進入1945年 日本在各個戰場已成頹勢 敗局不可避免 在國內戰時的陪讀重慶八月初的一天 中國抗日作戰的最高指揮機關 國民政府重慶軍令部接獲了一則情報 這是國人期盼已久的勝利細訓 當時我父親在抗戰期間 後來就調到軍令部 當時抗戰最高指揮機關 軍令部的部長就是徐永昌 第二廳的就是專對日的情報 我爸一直就在搞對日情報 所以對日本很了解 廖紀威 四川成都人 畢業於日本陸軍士官學校 時任國民政府軍令部 第二廳第一處上校參謀 也是後來的中國駐日戰領軍 先請官之一 當時廖紀威等人 已經率先從情報中獲知 日本將要投降了 8月15號 日本天皇御人通過廣播 發表了終戰詔書 宣布接受波子坦公告 無條件投降 消息傳開 整個重慶彷彿獲得了新生 當時我們家住在重慶的戈勒山 我記得那一天好像是晚上 聽到了勝利以後 大家高興極了 我媽媽都哭了 1946年5月 國民政府正式還都南京 而在1945年底 國民政府軍令部已經接到命令 分三批先行還都 廖紀威被分在了第一批 廖紀威一家到南京後 住在玄武湖邊的一個兵營裡 在那裡 廖品正第一次親眼見到了日本兵 我們住在兵營裡面 前面住的是中國兵 後面住的都是繳了劍 投降的日本兵 找中國兵押著出去拉菜 一拉菜 南京老百姓是很透露日本鬼子的 這些出去拉菜的日本鬼子 沒有哪天不愛中國老百姓打 老百姓打了 比青年早回來 剛剛結束八年抗戰 對於日本侵略者 國人無不恨之入骨 但就在環都南京之前 廖紀威在軍令部得知了一個 讓他心中不是滋味的消息 1945年10月 廖紀威看到美國政府 致中國政府的一份公文 商請中國派出有五萬人編成的一個軍 協助盟國佔領日本 軍令部部長徐永昌批示 由軍令部一廳會二廳 你一個有五千人編成的支隊派遣日本 方案成何 此件雖為急密 但這個不平凡的消息 還是很快在軍令部中間傳開了 抗戰八年 盼到勝利 正應該派遣大軍去佔領日本 以揚眉吐氣 為什麼只派一個五千人的支隊呢 這讓廖紀威感到費解 原來日本投降後 中美雙方就中國佔領軍派遣問題 進行了多次協商 最初 美國點名由孫立仁指揮的新一軍 第38師擔當此任 該師全副美式裝備 師長孫立仁則畢業於美國維吉尼亞軍校 與美方很多將領都相識 另外當時新一軍駐訪廣州 到日本也較為方便 然而這個方案 卻遭到了國民政府的拒絕 當時國內形勢已經發生了變化 1945年底 原本承諾戰後撤出的蘇聯紅軍 仍留在中國東北境內 而林彪率領的中共十萬大軍 也已經盡抵白山黑水 東北成為國共爭奪的戰略要地 孫立仁的新一軍 作為國軍五大主力之首 戰鬥力數一數二 此時已經決定派遣至東北 擔任接收任務 對蔣介石來說 他更希望把這精銳之師 用在刀刃上 到了1946年初 美方又向中國提出 至少要派一個師傅日 否則有點名不符實 最終 占領軍的任務 落在了派去越南河內受降的 榮譽二師肩上 國軍堂堂入東營 指歌揚武德 奠亞洲安定之基礎 為世界和平之甘城 這是榮譽二師的師長戴監 親筆所作的占領軍軍歌 當時在全師的官兵之中傳唱 接到駐日占領的壽命之後 榮譽二師上下莫不為之振奮 很多官兵開始主動學習英語日語 為了將來更好的執行任務做準備 不過同盟國戰後對日本實施軍事占領 畢竟不是中國一家之事 占領日本的全盤計劃 到底是從何而來的呢 1941年12月7號 日本偷襲珍珠港 太平洋戰爭爆發 第二天 美國向日德宣戰 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 捲入第二次世界大戰 日本的野心 喚醒了一個沉睡的巨人 將一個本來意見不齊的國家 動員起來 中國在遠東地區 國軍奮戰的局面終於改寫 1942年元旦 美 英 中蘇等26個國家 在華盛頓簽署聯合國家宣言 反法西斯同盟正式形成 對於美國來講最慶幸 因為它有中國這個盟友 中國有這個盟友 可以牽制大部分日本的一部分的陸軍 它真正的主力實際上擺在歐洲 對亞洲來講就是苦生待變了 很簡單 只要希望說中國把它 穩住局勢其實就可以了 參戰後 超出日本生產力數十倍的美國 變成一部高速運轉的戰爭機器 偷襲珍珠港七個月後 1942年6月的中途島戰役 美國海軍以少勝多 成功擊退日本海軍的攻擊 取得整個戰區的主動權 1942年9月 日美開戰僅十個月後 美國國務院就設立了由國務卿赫爾 牽頭的戰後計劃委員會 其核心議題即研究 對德對日戰後政策 包括如何進行軍事佔領 並對日本天皇採取何種措施 與此同時 歐洲戰場也迎來轉機 1942年的斯大林格勒的寒冬之中 交戰雙方傷亡人數超過了百萬 儘管代價慘重 但戰略主導權亦至蘇軍手中 對盟軍來說 已經從死亡和冰雪中 看到了勝利的曙光 1943年11月底 蔣介石赴埃及開羅 參加盟軍首腦會議 遇會者還有美國總統羅斯福 和英國首相丘吉爾 中國近代史上 第一次有機會 與歐美強國平起平坐 共同討論聯合對日作戰 和遠東戰後安排 主要的目標其實是 第一點交換將來亞洲 就是說戰後亞洲這個次序 怎麼去重整 當然美國最少想傳達這個信息 就是說他們會全力扶持中國 成為一個亞洲的新的一個代表 也希望在中國的領導下 亞洲能進入一個 自由和和平的一個社會 那另一方面 當然那個時候 他們希望中國能夠 支援緬甸的反攻作戰 當時其實盟軍的主力在歐洲 而因此整個中國戰場 整個亞洲戰場 能不能維繫就要靠中國 開羅會議上 由於中國在遠東戰場上的 重要作用 蔣介石受到了 羅斯福的重視與禮遇 會後發表的《開羅宣言》中明確宣告 戰後日本必須將 東三省 台灣 澎湖列島 歸還中國 使朝鮮獨立 盟軍首次討論 對日本的戰後佔領問題 也是在開羅會議上 公開的會議記錄顯示 當羅斯福總統表示 戰後應該由中國主導 對日佔領事務時 蔣介石的態度卻是婉拒 稱中國無法擔當此重任 並請美國主導 中國可以扮演輔助角色 又說 此事須看將來形勢發展再定 這本是外交廠商揚眉吐氣的時刻 為何面對關鍵問題 蔣介石的態度如此曖昧呢 原來 比起處理日本 國內的反共形勢 更是蔣介石的心中之患 1937年盧國橋事變以後 那個時候 中國共產黨跟中國國民黨 來講是在一個所謂的 抗日民主統一戰線的一個結構裡面 對抗日本 可是話說來兩邊的摩擦越來越大 尤其1941年有個新四軍事件裡面 實際上雙方面其實已經相互不信任了 這個體系實際上名存實亡了 在這個東西來講 在蔣介石裡面 其實1941年以後 他千天已經在準備要打內仗了 那第二點就是所謂的共產運動 它實際上是跨越國界的 那因此當時中國共產黨 跟蘇聯共產黨實際上是連成一線的 所以對他來講 他必須要周邊日本 成為一個封鎖 圍堵蘇聯勢力擴張的一個重要的一個 基地 這個當時當時已經設想到了 蔣介石在開羅會議上的態度 為日後中國派出占領軍問題 埋下了伏筆 而此後 戰事發展之快 卻也超出了羅斯福 與蔣介石二人的想像 羅斯福曾經在1943年2月預測 如果從南方進軍 每個月只能攻佔一個島嶼 估計50年左右才能打到日本 中國大陸作為強大美國空軍的基地 比海基更重要 也就是說 美國要打敗日本 仍需要中國的支持 事實上 太平洋戰場的形勢 比羅斯福預計得要順利得多 這得益於美軍發明的挖跳戰術 避開日軍防禦要點 攻取其戰略縱深中 守備較弱的島嶼跳躍前進 美軍突破日軍的內防圈 實際上只用了半年多的時間 而中國戰場上 1944年4月開始的 玉香貴會戰中 國軍卻遭遇大潰敗 37天連失38成 在當時來講呢 就是說其他所有的戰役 盟軍都是勝利的 結果沒有想到在中國戰場 結果國民政府軍是節節敗退的 這點也讓他們理解到就是說 要摧毀日本的這個軍事力量 很坦白說必須要蘇聯參戰 沒有蘇聯參戰沒有辦法打敗日本 這也是他們當時來講 由於蘇聯決定要邀請蘇聯參戰 當然中國的重要性也就降低了 1945年4月12號 羅斯福突發腦癒血病逝 副總統杜魯門接替總統之職 當時美軍已經破禁日本本土 卻對是否要進攻籌籌不定 他們認為公土本土是一個 非常強烈的一個戰鬥 當然這個對日本的損傷 對盟軍的損傷 其實對他們來講都想避免 因此他們也希望能夠有 這麼一個和平的呼籲 因為那個時候簡單講 形式上尤其蘇聯要參戰以後 日本其實是四面楚歌 日本沒有一個勝利的機會 和可能性了 也希望說這個殘鬥能夠早日結束 1945年7月26號 波子坦公告以美 中 英 三國名義發表 提出直至日本軍國主義徹底根除 日本領土經盟國之指定必須佔領 同時確認了各對日參戰國 具有佔領日本的同等權利 這也是盟國在總決戰前夕的 最後一次和平呼籲 十天之後 美國選擇使用終極武器 簡單而迅速地結束戰爭 蘇聯緊隨其後 中國出兵中國東北 戰爭勝利之時 據羅斯福請中國主導 對日佔領的口頭允諾 過去了一年又九個月 羅斯福以嫁和西去 美國一家獨大 贏得了日本這盤棋 還會願意與他的盟友中國 分享勝利的果實嗎 1945年8月16號 就在日本投降的第二天 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下屬的 參謀計劃聯席委員會 提交了一份編號385-1的 日本以及日本領土佔領方案 在這份機密檔案中 美國將日本分割成了 四個佔領區 北海道以及東北地區 由蘇聯軍隊進駐 南邊的四國島 以及本州中的進擊地區 由中國軍隊負責 西南邊的九州島 以及本州的中國地區 是英軍管轄 面積最大的本州 基本上由美軍獨佔 首都東京 則由四國盟軍共同佔領 可以看出就是通過這種計劃 美國佔領它最複屬的 工業地帶或者是政治經濟中心 來主導佔領美國 當然戰爭結束 美國的條件是由美軍先佔領 然後其他國家的軍隊 陸續地進駐日本 來接替美國的這種佔領任務 按照分割計劃 佔領日本需要三個階段 頭三個月部署23個師 85萬兵力 全數由美國負責 第二階段9個月 需82萬兵力 分配為 美國8.3個師 31.5萬人 英國5個師 16.5萬人 中國4個師 13萬人 蘇聯6個師 21萬人 最後階段 各國佔領軍人數 逐漸減減少至一半 直到佔領結束 與此計劃相呼應的是 中國戰區美軍總司令兼參謀長 魏德麥 於1945年7月 以備忘錄製蔣介石 要求中國準備10個師 以及一個空軍混合旅 作為佔領日本之用 美國為何要制定這樣一份 龐大的分割日本方案呢 因此要求聯合國 負担分担 軍事的占領和軍政 是軍部的役割 但是外交政策 是國務省的役割 所以要調整的 所以意見是抵立的 分割日本的方案 是由美國軍方設計出爐的 然而軍方和國務院 就佔領日本問題 分歧嚴重 事實上 國務院已經在令起模造了 那時期 國務省が作った SWINCというのがあるんですけど State War Navy Coordinated Committee 國務、陸、海軍、三省調整委員会 というのがあって 國務省案はそこで軍と調整することになって そこで作られたSWINC70という文書が 実は連合国の日本占領への参加を どうするかということを論じているんですね それは連合国には できるだけ参加してもらうことが望ましい しかしアメリカのコントローリングボイス 支配的発言権を損なってはならない その観点とこの軍部の観点とは 実は内容が非常に対立しているんですね 2つ截然不同的占領方案 決定权掌握在 美國總統杜魯門的手中 他会如何選擇呢 2つ截然間 後段目は 全盪地雄 1月30日に 1945年2月 罗斯福 丘吉尔 斯大林三巨頭 在雅爾塔召開峰會 斯大林同意在擊敗德國之後90天內 加入對日作戰 作為報酬 蘇聯將得以控制枯葉島南部 千島群島 以及中國大連 旅順及其鐵路連線 而罗斯福在邀請斯大林參戰時 把北海道也化為了蘇聯的作戰區 不過隨著歐洲戰場上對德戰士的演進 蘇聯將觸角伸向東歐諸國 這引來了美國的警惕 當然在戰爭時期 大家如何打敗共同的敵人 可是共同敵人打敗以後 大家的想法不同就越來越明顯了 雙方的利益的衝突就越來越厲害了 對美國來講 它沒有想到整個就是說 任何經過蘇聯佔領的地方 蘇聯都扶持自己效忠它的政府 那對這一點來講 對美國和英國來講是不能接受的 因此這個經驗也讓他們 不願意去遵守他們原來 跟蘇聯在亞大會議的約定 德國是5月份脫降的 另外羅斯福總統是4月份去世的 他的副總統杜洛門來繼任總統 羅斯福可能對這種社會主義體制 和德魯門的這種看法是不太一樣 如果說羅斯福有點寬鬆的話 那麼德魯門可能比較苛刻 特兒馬大統領自身がね 戸洛門會議に出かけますね 1945年7月の その時にスターリンと彼は初めて渡り合うんですね そうするとスターリンというのはもう大変なカリスマでしょう ちょっと悪魔的なカリスマ で上手なんですね トルーマンは翻弄されるんですね 抽象的一般的なお話でね スターリンが私はあなたの前任者のルズベルト大統領には大変にいい協力ができたというふうなことを言うと トルーマン大統領は私ももちろんそれでいきたいと言うんですね そしたら急転直下ではあの問題だけとって言ってね アメリカに情報させたいことをパッと言うんですね そういうので翻弄されたという思いを トルーマン大統領はいや強欲一方的な自己主張ばっかりでね 外交はお互いに譲り合わなきゃいけないのに それをやる用意がないというふうに非常に憤慨するんですね 1945年5月 德国签字投降 盟軍攻占德国時 蘇 美 英 法 各自占領了柏林及整个德国的不同地区 成为分区占領的基础 由于意識形態的对立和利益之争 分区占領造成了日後德国的分裂 東西方之間的帖幕逐渐形成 ドルーマン無論如何 也不願在日本占領問題上 重蹈德国的覆辙 もしそういうふうに4カ国にね地域割りで占領地域を与えてしまうと その国がみんな支配権を持っちゃうわけですね ということはドイツと同じように4カ国による分割になっちゃうわけですね 北海道と東北地方ね白川の席から北はソ連軍の占領下で 冷戦期の状況を考えればここは鉄のカーテンか竹のカーテンか知りませんけれども 行き来は困難になると 北日本人民共和国ができているでしょうね いうことを示しているので もう初めからその危険を避けようというのが 国務省 8月13日 杜鲁門任命美国太平洋盟軍總司令迈克阿瑟 全权取り对日占領事務 随後又划分了日軍的各受祥区域 其中日本本土軍隊 向美国太平洋艦隊陸軍總司令投降 此举立刻引来了苏联的不慢 苏联外交人民委員莫洛托夫 向美国駐苏联大使哈里曼抗議 称对日占領政策 需经苏联同意 应由苏联远东軍总司令 华西列夫斯基元帅 及迈克阿瑟一起占領日本 哈里曼当即否決了 莫洛托夫的要求 そしたら莫洛托夫外相は起こってね あなたは大使だと外交官だと ソ連政府の意向をね 本国政権に取り付くのが任務だろう ソ連政府の提案をいきなり否定するというのは 外交官の出過ぎた態度だと 叱りつけるんですね そしたら哈里曼大使は それはそうです すぐにワシントンにもちろん取り付きます しかし忘れないでいただきたい 我々は日本と4年間戦ってきた あなた方は4日だけだと それがね 全く半分ずつという風なことはね 8月16日 日本投降的第二天 スタリン支店杜鲁門 声明蘇聯有權進駐北海道 却遭到了杜鲁門的断然拒絕 8月18日 杜鲁門在国務院提交的 占領方案上签了字 該方案明確指出 对日占領由美国主導 蘇英中三国協助占領 美国軍方提出的 庞大封割日本占領案 两天之内就成为了一指废案 所谓的四国分治日本計画 自此烟消云散 日本得以逃脱被分裂的命运 蘇聯在1945年8月9日 对日宣战之後 向中国的东北 庫叶岛南部 以及千岛群岛出兵 这是因为美国在 雅尔塔密約中 答应把庫叶岛和千岛群岛 当作其对日参战的报酬 但是在8月15号 日本投降之后 苏联并没有停下脚步 到了9月5号 把北海道北部的四个小岛 也摸了下来 这就是现在 日俄北方四岛问题的根源 虽然苏联还是想 继续拿下北海道 但是被杜鲁门拒绝了 苏联就此止步 以后也没能有一兵一卒 登陆日本本土 否则分割日本 本本州岛和北海道的金青海峡 恐怕会成为第二条三八线 如果日本列岛像朝鲜半岛一样 被分成了南北日本 东亚格局 冷战格局 也将就此改写 1945年8月底 随着第一批美军部队的进驻 日本步入了战后时代 位于神奈川县的后母机场 现在是美国海军和日本海上自卫队 共用的航空基地 二次大战中 这里是首都东京地区 最核心的防空中心 神风特工队就曾集结于此 太平洋战场上 美军所到之处 日本兵皆宁死而不投降 1945年8月 在美国占领军进驻之前 后母的情势并不稳定 能不能顺利占领日本 美国人心中并没有底 8月30号 驻日盟军总司令的飞机 降落在后母机场 迈克阿瑟叼着玉米心烟斗 走下咸踢 看到的却是一片 出乎意料的平和景象 文部の見積もりで82万って言ったけれども 実際には50万 日本占領に送ることにしたんですね ところが意外だったのは あれだけ同盟に 太平洋の核战場でね 用途なんか大変だったでしょ その日本人日本兵がね 非常に平和で協力的で 秩序を正しくね 協力しているということが分かって 美軍進行以後 確實呢没飛一枪一弹 没有受到任何的抵抗 那么早上呢进去的 中午就把枪扔了 晚上就上街去喝酒去了 这个过程就结束了 370万驻留在国内的日军 不仅没有武装抵抗 反而积极配合美军的要求 自废武功 盟军进驻的一个月后 80%的武装力量 已就地解散完毕 这一切让迈克阿瑟 意识到一个人的作用 那就是日本昭和天皇 御人 1945年9月27日 美军进驻日本一个月后 御人天皇亲自到美国大使馆 拜访了迈克阿瑟 这个小个子的日本男人 给迈克阿瑟留下了极佳的印象 中朝は天皇が命乞いに来るんじゃないかと 要するに战争の責任者 じゃないかと思って心配してた っていうのがまず書いてあるんですけど 実際やってみると天皇は自分の責任ではないことまで含めてですね この战争の責任は全部自分にあると いうふうに言ったので非常に感動して 日本で最上の紳士ですね 最高の紳士をここに見たと その時のマッカーサーの天皇に対する対応というのは 非常に二面的でね 一方で有名な写真に示されるように 自分の方が上だと 自分はこうやって直立不動でね しかもマッカーサーの方が背が高いと それを世界に見せることによってね 天皇といえども私の元にあるものだと 私が上の最高権限者だということを見せようとするわけです しかし他方でね マッカーサーは日露戦争の時から お父さんの軍人であるお父さんとともに 日本にやってきて ある意味でアジア人のメンタリティみたいなものをね 感受性を持っているんだというのを自慢しているんですね 日本人は天皇を非常に大事にしている その天皇を自分がもし処刑するということをやればね 日本人は反乱を始めるかもしれない 太平洋の島々でのね 命知らずの日本軍の戦いぶりというのはね あれがまた戻ってきたらたまんない もし自分が天皇を大事にしていると 天皇の友人であり保護者であるということを国民が知ったらね 日本人はみんな自分を尊敬してね マーカーサーはアメリカ政府から天皇が戦犯の用意があるかどうか それを全部調べろと言われているわけですからね 一切そんな戦犯に値するようなことはないと いうふうに言ってるわけですよね 1946年2月 マーカーサー要求占領軍民政局起草的新憲法出入 其中引人注目的是第一条及第九条 前者規定天皇为国家象征 後者则宣誓放弃战争 放弃軍備 这部憲法被世人称作和平憲法 沿用至今 而日本昭和天皇 不仅不需面对远东军事法庭的審判 还借由新憲法的实施 得以虚位元首之身分 继续在位 ご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由于以和平方式顺利进驻 美国觉察到日本政府 所能发挥的正面辅助作用 决定放弃盟军直接军事管辖 改由美军间接控制 占领军人数也在六个月内 缩减至二十万人 至此 美国一家独大占领日本已成定局 既不需要盟军的支援 更不愿意让苏联插手 然而 对于邀请中国军队 美国却显得异常积极 三番五次催促蒋介石 履行派军承诺 这又是为什么呢 どうして中国軍が入ってくるのが望ましいかというと 西洋のアジアに対する戦争だという風なね 見方が日本の中でアジア主義強かったでしょ 西洋の列強の帝国主義に対して アジアを解放するための戦争だという プロパガンダがあるわけですね そんなものは全然違っているということを示すためにもね 同じアジアの中国に入ってもらいたい それは国務省の人たちもかなり重視した視点なんですね 在美国多次要求之下 蒋介石授权軍令部部長徐永昌 与盟軍中国战区参谋長魏德麥 拟定了两个派遣方案 假案 民国34年假总编制军 抽掉一个完整师 配以必要政务人员及特种兵 约1.5万人 一案 以步兵两个团为机干 配以政务人员及特种兵 混合编组为一个支队 约1万人 蒋介石最初批示选择已案 与魏德麥讨论之后又改为假案 中国派兵赴日的方案 最终被美国所接受 最终选定的部队 便是参加过应免战争 又执行过越南受降任务的荣誉二师 荣誉二师师长戴监 少将军衔 精通德日英文 是有名的卢将 接到任务后 该师随即整编为陆军第67师 编制达到一万四千五百人 建制完整 装备精良 国防部曾评价该师为 一支理想的出国部队 六师七师呢 它是国民政府的嫡系部队 应该说呢 还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部队 制长呢 也是会日语 这个呢很少见 整个组建过程当中呢 因为我们知道 它是从荣誉二师 这个基础上来改变过程的 那么它也设了很多的条件 比如说士兵的身高在一米七以上 那么文化程度呢 必须是小学毕业 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也进行一个日语的训练 另外还有一个社交仪式的一个训练 你讲一些礼仪啊 包括你要给别人打交道 吃西餐 都是一些注意事项 所以应该说呢 就在整个组建过程当中 它按照这个标准 去进行了训练 还是应该说是一个 拿得出手的这么一个部队 六师七师在越南整装待发 然而当时 国共内战的硝烟已经燃起 这是肩负重任的荣誉之师 前途命运会出现什么变数呢 1946年5月27日 清晨七时许 一架隶属于国民政府上海空军 第八大队的B-24空炸机 在发动机的轰鸣声中腾空而起 飞赴日本 飞机上乘坐的 是以国民政府驻日本军事代表团 团长朱世明中将为首的 赴日先遣队成员 这架轰炸机上没有携带炸弹 却原封不动地保留了 十几艇机关炮 在后期的时候 有记者问朱世明 为什么不做客机而做轰炸机 朱世明作答 我们是以战胜国的姿态去的 保留武器 以示我们武装进驻日本 显示战胜国的威武 日后 朱将军作为中国驻日本最高代表 及盟军对日管制委员会委员 携带先遣队为中国驻日占领军的到来 进行了紧锣密鼓的准备 1946年2月27号 中国赴日先遣队飞抵日本后母机场 他们之中 包括属于中国驻日军事代表团的团长 朱世明等六人 以及属于驻日占领军方面的师长代监 先遣官廖继威等九人 朱世明和代表团人员 经横滨直接赴东京 占领军人员则由美军陪同 入驻横滨市美军第八军驻地 他们的任务 是为即将赴日的中国占领军打前站 我是九岁那一天到的日本 然后我一到日本 我就跟自己说 我绝不学日文 我也绝不跟日本孩子玩 就是民族主义非常的强烈 吴清是吴文早和冰心的小女儿 当年吴文早是 中国驻日代表团的政治组组长 代表团在东京麻布区的驻地 属于外国使馆区 当时的东京经过美军的轰炸 满目疮痍 而使馆区依旧保存王浩 是只有特权阶层才可出入的地方 吴清和廖品正 曾经在那里度过了一段 不寻常的童年时光 待遇比国内好得多 发的都是美军 国内军案券 贬值什么 他都感受不到 但是代表团队美军不多的是 人家会开都给你一架 我爸会开车吗 也就给了一架美军 都挂了盟军的牌子 这个车不是日本警察管 日本警察也不敢管盟军的 我爸爸妈妈得到了一本书 题目是《日本军国主义侵华史》 我印象很深 然后里面有大量的图片 有南京大屠杀 我就看了以后我特别生气 那个时候我是个孩子头 我就把我这图片 就给我的小朋友看 带个包括廖品正 我说我们得做点什么 我们从小就恨透了鬼子 反正一段就在公园里面 看到大鬼子没有嘛 小鬼子要大嘛 因为我们是战胜国 我们是胜利者 日本人看到我们都低三下死的 看见日本孩子 我们都骑车在后面叫我 骑着追 追他们 吓唬他们 我没打过 我还记得我追一个孩子 是一个小坡 他一下摔了 我车马上停了 我怕压着他 然后我看他站起来跑 我又继续追 我大概做了三四次 后来我妈妈发现了 妈妈跟我谈话 说你要干嘛 说这些孩子 到中国来欺负过我们吗 我说没有 妈妈说 他们欺负过你们吗 我说也没有 妈妈说 他们的爸爸妈妈 可能就因为反战 被日本军国主义给打死了 或者送进监狱了 所以后来我就明白了 因为怕大家忘记了中文 我妈妈就办起了中华民国 驻日代表团的小学 就请了一些太太们出来教书 因为我们那时候大概有 十二三个中国孩子 妈妈是校长 我们戈壁就是一所日本鬼子小学 都在小学里面日本鬼子每天 他要趁着他日本国歌升日本的高阳器 他那个器杆很矮 每天都他要 我们不行 我们也要升器 后来我们也灭了一根器杆 比他的器杆高出零倍 我们升的国旗比他大 因为我们是成立者 所以我们每天都把这个中国的国旗 在日本的东京山宫高高地升起 当年采访诸日代表团的 东南日报记者赵浩生曾回忆 当时的日本从东京到横滨 已经变成了一片废墟瓦砾 日本人各个衣衫褂褛 很少看到穿皮鞋的 他们在盟军占领人员面前 显得低声下气 给人的感觉 好像是真的无条件投降了 战后的种种 看在爱国之心强烈的 中国孩子眼中 却让他们对于日本人 对于战争有了新的感受 我看我们家附近 本来有一个小学 但那个小学也被炸平了 所以老师就跟孩子们 把那些瓦砾扫到一边 孩子每一个孩子带一个小马杂 就坐在外面上课 一冷老师就给他们集体跳绳 稍微暖和一点 老师就上课 因为我老远看 我觉得日本人民真了不起 就是即使在这么个困难条件下 还在继续从事教育 所以我就看到了战争给人民 带来真实灾难 所以那个时候 东京的民众长期是要靠配给制度 因为正常的这个 三月买卖已经不存在了 他们粮食不够 迈克阿尔斯紧急调配 美军的粮食来 就帮助日本度过饥荒的危机 所以对他们来讲到日本到今天 还是非常感激的 我们经常能看到就是说 日本文化里边有一个非常大的特征了 就是说服从强者 他觉得美国既然打败我们 我们又要听从他 所以这也是美国占领 或者美国主导下的改革 非常顺利的一个很深刻的原因 就是日本人接受这个现实 接受要改造的这么一个过程 1945年12月 美 英 中苏等 11个参与对日作战的同盟国 在华盛顿成立远东委员会 以此作为处理对日事务的 最高决策机构 不过实际执行对日占领的 却是由美军组成的 盟军总司令部GHQ GHQ它实际上它的前身是 美国驻太平洋的陆军总司令部 原来麦克阿瑟就是太平洋陆军总司令部的司令 然后它等于是美国的一个 军政体系 那这个军政体系它是听应美国政府 因此就是说远东委员会有什么要求呢 必须它做成决议以后提醒美国政府 要美国政府要求GGHQ去遵守 但是相对的说美国政府常常也不理这个要求 所以严东委员会某个角度来讲 其实只是一个形式上 这个组织的存在 摩克阿瑟に関して言えば 一番摩克阿瑟を形容する 一番適切な言葉ってよく使われるのが 青い目の大君なんです だから占領されると天皇に代わって 摩克阿瑟が支配していると 支配者として当然摩克阿瑟のイメージはあるわけです 事実そういうふうにして君臨はしました ただマク阿瑟はどういう役割かっていうと もう一つは制服者で統治者であるんです 一つはね もう一つはどういうわけか改革者 以民主化和非军事化为总原则 麦克阿瑟在日本的改革 显得颇具理想主义色彩 废軍队 制宪法 审判战犯 解散財閥 改革土地 并試圖将日本改造成一个純農業国家 不过 随着冷战的开始 美国的对日政策却逐渐变了调 遠东地区 尤其到了48年 10月份 在朝鮮半岛 南北双方都各自建立了一个政权 就开始出现了一个对立的局面 那么在中国大陆 共产党的优势越来越明显 也标志着共产主义即将在中国大陆胜利 那么这样一来 也是美国改变政策的一个背景 对它来讲如何培养日本 成为一个反共基地 是一个最重要的事物了 因此很简单 两个国家重新找到 可以结盟的一个理由了 反共就是两个国家可以结盟的理由 美国对日本由惩罚 建而转为扶持 直至划敌为友 战后的时局如同角力场 各方势力旁根错节 国内的局势又将如何演变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国驻日战领军先遣队进驻日本的时候 国内各大新闻都做了大量的宣传报道 有的报纸使用的字眼甚至是战日战领军 而非驻日 可见当时的民心所向 中国军队战领日本 虽然跟曾经计划的十来万大军开赴东营 与美英苏三国分战日本来比 人数气势少了很多 但毕竟是前所未有的扬威之事 对于受尽日本侵略之苦的国人来说 可谓大快人心 梦寐以求 不过 这一切最终竟是以梦开始 以梦结束 驻日先遣人员抵达日本之后 67师师长戴坚 随即前往美军第八军司令部 与埃克伯格司令 商谈中国驻军的地点问题 协商结果 中国占领军将驻扎在日本爱之县 必要时再扩大到三重县和靖岗县 第67师则隶属于美军第八军指挥 父亲们第一件事就是 我们提出要他给军饷 因为美国给军饷就比较有保证 靠国内国内的打内战 你要军饷什么都没有保证 后来美军说可以发军饷 但是要从你国内扣归还 当时的国民政府财政捉襟见肘 根本无法负担海外驻军的费用 为此驻日代表团团长朱世明 几次与美方交涉 并且利用舆论对美施压 但麦克阿瑟不为所动 称驻日美军只能给予有限的支援 换而言之 虽然是美国主动邀请中国派兵 但中国不能奢望美国慷慨解答 1946年6月底 中国方面颁出美国租借法案 与美方谈判 美国陆军部才同意 从原华经费中 调拨中国驻日占领军 所需的装备和补给 7月 驻日代表团团长朱世明 与美国参谋长 联系会议副主席穆勒 签署了中国驻日占领军备忘录 占领军赴日的前期准备 终于算是安排妥当 当时67师已经由越南回国 在上海集结待命 原本预计8月底到达日本 但是进入7月之后 中国占领军何时开拔 却突然没有了消息 一天 驻日代表团收到一封 来自国内的集电 内容让所有人错额不已 占领军不来了 事实上 中国占领军不去日本 是蒋介石的一手安排 派兵占领日本 是早已召回各国 宣告国民的大事 为何却出尔反尔 蒋介石心中 其实早有一番盘算 全国人民同胞们 全世界爱好和兵的狠子们 今天我们的信用力量 我中国同胞 支持国内求 这些人为人 为我民族传统 自告自规的得行 我们也关心于 自认日本 做的中大为的 为社本人民为的 1945年8月15号 中国抗日战争 终得胜利 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 为何要在此时 号召国民不念旧恶呢 原来抗战胜利前夕 国军主力远在西南西北 日军却集中在华北华东 国军要接收 调动虚实 相较之下 共产党的抗日根据地 近在咫尺 在接收上显然有地理之变 这成了蒋介石的心头之患 他如何顺利去接收 这个华中和华北 使这个政府这个政权 能够稳定一个最重要的关键 陆地上的运输 其实是唯一的叫需要铁路 所以那个时候 他需要日本的军方来支持 他维持这个铁路线 所以他首先要拉拢日本的军方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玩整个战后来讲 对他来讲 真正的威胁是中共 也是苏联 所以他也希望维护日本 来讲 日本不要太衰弱 也变成说 他将来一个反共的伙伴 1946年6月 国共内战全面爆发 国民政府 集电在上海待命的67师 令其迅速过江 进攻苏鲁域解放区 67师到达苏中后 归第一绥靖区司令官 汤恩伯指挥 其部队被分解到 65师和69师 1946年7月6号 汤恩伯发布进攻 黄桥 江燕 海安的命令 华中野战军 在苏玉和谭振林的指挥下 经过一个半月的战斗 击溃国军的进攻 其中67师在海安如高一带 遭到重创 原本用于军事占领 日本的光荣之师 就这样 覆灭在了内战的战场上 因为国民政府 警队有500万人 他不可能说 再怎么战事危机抽调 给1万人抽调不出来 是不可能的事情 从头到尾讲 其实是不热衷这个事情 他也不愿意 就是说后来反而认为 军队进驻日本 反而让苏联更多的口识 是到后来 他临时刹车的最主要原因 对此 蒋经国后来的一段话 正印证了这样的说法 当时美军曾经恰请我国 派遣占领军 我们如果照办 当然不会有人反对 可是苏联也就会坚持主张 其为交战国 应有权派兵进驻 这样一来 则日本便会向东西德 南北朝鲜之行程分裂 陷于无法收拾的混乱局面 为此我们乃建议 由美国一国的军队 占领日本 此后 中国再也没能派出一支军队 踏上日本的领土 中国驻日占领军计划 终成炮营 1951年9月8号 不包括中苏在内的48个二战同盟国 与日本签署旧金山合约 随着合约在1952年4月28号正式生效 对日本长达7年的军事占领 宣告结束 申し訳ないと思うんですけどね 本来ならば日本が侵略戦争を始めた 元ですから ドイツと同様に日本がそのような 報告を受けても 仕方がないとは言わないけれどね そういうことは起こりがちですよね それが代わりにね 朝鲜半島の真ん中に行っちゃったんですね 非常に朝鲜半島はお気の毒ですね 日本が別に意図したわけではなくて 日本としては 米蘇冷戦が厳しくなるということは 読み込み済みで そういう中で日本は外交的にね 立ち上がる機会も出てくるだろう 太多的不公平 战争的結果反而 剔造一个全新的日本 一个更富强 更康乐的一个日本 反而中国長期 就是说我们接受战争的残害 然后我们也没有得到 适当的赔偿和帮助 反而我们成为一个分裂的一个国家 我们去反省的话 也许要回到原点里面 为什么说国共两党在战争结束后 他没有办法能够透过一个 和平协商的体制 是不是来重新去帮助这个国家 走出困境 我们回到原点 其实还是涉及到 将来台湾海峡两岸 我们如何和解 是不是 如何找到一条 大家能够共同尊重 然后共同能相处 然后共同能为民族奋斗的一条路 六十七师覆灭之后 1947年 国民政府曾准备 以海军护卫驱逐舰太康舰 替代执行占领日本的任务 但终究未能成行 1949年5月 蒋介石曾乘坐此舰 视察周山群岛 那里是蒋在大陆 最后一个落脚之地 此后 国民党退居台湾 大陆江山变色 两岸从此分治 一个新时代开始了 1952年 蒋介石曾经在国民党代表大会上 谈及战后的局势 他说 这场大战的结局是牺牲了中国 瓜分了德国 却保全了日本 在对日本七年的军事占领期间 美军最高峰时期 兵力接近50万 英国则以英联邦军队的名义 象征性地派驻了少量部队 时至今日 俄罗斯依旧控制着北方四岛 而冲绳等地依旧存在着美军基地 唯独中国驻日占领军计划 只留下了一声叹息 这样的结局让人尤为惋惜 或许是因为 对中国来说 抗战胜利 派兵占领东营 其目的从来都不是为了武力的政府 而是为了赢回 本该属于胜利者的那份自信和尊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